好 开始上课 好 我们进行这个群论的第二节的内容 第一节里面我们讲了群的一些例子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内容是牵涉到群论的另外一个方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特别是对这个代数 对其他学科和科学的联系方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们前面讲了群是从有一个运算的系统 这么抽象出来的 但实际上的话 在这个我们这个群论的产生里面 并不是这么出来的 并不是这么出来的 它是从这个对称性这个研究里面出来的 群是刻画物体的或者事物的对称性的工具 对称性的工具 那么它可以刻画图形的对称性 也可以刻画一些函数的对称性 也可以刻画一些物理系统的对称性 物理系统的对称性 我不知道大家很容易记得这种事情了 我们这个物理上 叫有性力场 比如说太阳 它在那里运动 它就产生了一个场 这个场是有性力 就是因为它是万有引力的作用 任何物体跟它发生力的话 都对着这个太阳星被拉过去 是这个有性力场 这个有性力场只跟距离有关系 和它的这个位置没有太大关系 只跟这个两个距离有关系 所以它是在这一点受到的力 和在这一点受到的力是一样的 只要这个聚集和太阳一样就行了 那么这个就叫转动对称性 转动 它旋转一下 它这个力大小不会改变的 那么这个就是物理上的 叫有性力场 这就是一种对称性 那么当然我们这没有时间 去讨论这个对称性了 我们今天呢 是先从图形的对称性 和函数的对称性来讨论 我们先举个例子 来看看这个对称啊 这个概念是怎么产生出来的 我们 这个例子啊 其实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是OG的你的几何原理里面 就有的一个例子 它已经有了对称的思想 但是它没用这个语言 那么我们说 一个等腰三角形 这个两面是相等的 我们要证明它的底角相等 我们讲的这个证明是最原始的证明 不是后来用了很多定理去证它的 那些证的定理 也是用这个原始的这个思想证出来的 我们来看怎么证明这个事情呢 我们是这样 这做一个角平分线 做一个角平分线 使得 角一等于角二 然后呢 这是很原始的东西了 怎么做呢 我们这是一个平面了 对不对 我把这个面呢 对这个ID 这条线 做一个轴 来转一转它 转 这底下这个面不动 然后上面这个面 跟它重合这个面就转 转了以后呢 要转到这样 使得转完了以后 这个面还跟它重合 那也就是把AB要翻过去 把AC从背后的翻过来 就这么转一转它 所以 我们将平面 绕AD 翻转180度 翻转180度 那么这个平面 翻了180度以后 还跟这个平面重合了 对不对 一重合 AB这条线 就要又落在平面上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AB这条线 落在哪呢 因为这个角和这个角一样 所以它要落 就落在AC这条线上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翻转以后呢 所以AB 是落在 AC上 因为这个角一等角 因为角一等角 当然 另一边 另一边也一样 AC要落在这个 同样它要落在AB上 所以这个 落上去 这是自然的 因为这个角一样大 好 我们还可以看 还有什么性质没有呢 B落在哪 B就一定落在C上 因为它这条线 落上去 这两段相等 线段相等 这个点就必须落上去了 那么这个B呢 因为AB等于AC 那么同样的 那么同样的 C落在B上 这也同样的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经过翻转以后 ABC这个三角形啊 还跟自身重合 是吧 不过换了个位置 它到这边 它到那边 整个三角形重合的 所以这个是这样 我们当然用不着这条 所以呢 三角形 ABC 变成 与自己身重合 变成和自身重合 并不是说每一个点都不动 B跑到C这儿来了 C跑到B这儿去了 当然D是不动的 A是不动的 其他点翻了个个 翻了个个 好 如果这样 现在还要证明 D角相等很容易了 因为D不动 A不动 B落到C上 那就三角形ABD和ACD是重合的 那么 于是 三角形ABD 与三角形ACD重合 所以 角ABD 等于角ACD 这就证明出这个D角相等了 那么 这证明这个D角相等是一回事情 我主要是说 它证明的这个思想 这个思想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 它这么一翻转 这一半就落到这一半来了 这一半落到这一半来 那一半就落到那一半去了 重合了 对不对 那么这件事情呢 在这个几何上 也可以这么说 上述思想 上述重合 可以叙述为 三角形ABC对于这个直线AD是对称的 对啊 这个两半是一样嘛 就是对称的 我们经常是这么说 所以对称 以前大概就这么看 以前就大概就这么看 什么叫对称呢 它翻过去和它重合了 重合了 那么或者说什么样呢 实际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是这个 在翻转之下 对于AD这个轴翻转之下 使得ABD和ACD重合 或者说呢 上面这个是 ABC和自己身重合 也变成自己身重合 这个话的意思是对称的 也就是说 三角形ABC 在翻转 在绕 当然我们这个时候 把这个直线再用一个名称来讲 叫轴 AD翻转 180度的时候 预置身重合 也就是说 我们经常说 AD是一个对称轴 是一个对称轴 那么什么叫对称轴呢 这个解释有各种各样的 有的是说 这两面 这个点对称的意义对应 对它 这等于它 这是垂直 那么每一个图形上 每一个点都对称的 这是一种说法 我们呢 不采取这个说法 我们采取这个动的说法 用变化的说法 就是说 三角形在绕轴 AD翻转180度后 与自身重合 就这件事 重合就表示了一个相等 一个点一个点对应成 就这个 所以呢 我们在 这个大概2000年都不止 2000年以前 在证明等腰三角形 底腰相等的时候 就用了这个对称的概念 对称 而且是用变换来描写的 用了这个概念 好 我们有这个概念呢 我们就把这个对称的 这个含义呢 给它一个数学上的一个描述 数学上的描述 我们实际上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解释成 这个翻转 180度 这个变换 是三角形 ABC的 对称性变换 就是这个变换 把三角形ABC 还变了自身 自身 所谓自身不是每一个点不动 这个图形是在上面运动的 但是这个总的图形 跟自身重合 是这个意思 我们这里要强调 这个图形本身 位置上是变动了 但是变得 整个图形和自身重合 好 我们这样一个概念 有了以后就下了一个定义 定义 平面 或者空间 空间中 一个图形 叫伽玛 图形的话 也就是平面上 一些点的集合 我们说的更丑一点点 图形的话呢 就是集合 这个样子比较规则 是不是 如果不规则 随便打几个点 也叫图形 不过就是离散的图形了 一个图形 那么 若 平面的 一个正交变换 我们这个变换是指点变换 正交点变换 把 当然这个平面 这个还有可能是空间的 或者是空间的 一个正交变换 把 伽玛变成 与自身重合 变成 与自身重合 则 称 此变换 为 伽玛的 一个对称性变换 对称性变换 所以我们从刚才这个证明里面呢 实际上可以总结出来 对称是用变换来累给的 那么这个变换呢 就要对称性变换 对称性变换 好 我们如果 这个里面就有两个要素 一个伽玛 是一个图形 它也就是个点极了 然后有个Sigma 是对称性变换 它有两条 第一条 是正交点变换 所谓正交点变换 就是这个平面上和空间上的变换 是保持点之间的距离不变 保持直线之间的夹角不变的那种变换 后再根本就保持图形的形状 都一样的那种变换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它要把这个图形变了和自身重合 什么意思呢 它变了以后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这个伽玛被这个图形变了 是什么意思呢 那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点极 是不是 它都是一些点 X Sigma变完了以后 X呢 是属于γ的 就是把γ的每一个点都变 变完了以后 对象得到的一个集合 就是它的这个Sigma Gam 说它和自身重合 也就是说这个点极 等于γ 我们作为集合相等 重合是集合相等 我为什么写这一个表达式呢 有这么一个表达式啊 给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就好好办一点 你否则没有一个表达式 你就有时候做事情 不知道说什么 不知道要验证什么 实际上这个两个 缺业不口 我们说的都是点变幻 而且是正腰变幻 不是正腰变幻 我们不谈这个 你比如把这个图形扭来扭去 扭完了以后 就跟虾皮泥一样的 最后还是重合了 这个我们现在不算 这个对称 没什么对称的 你捏了半天 你还有什么对称呢 所以它至少有两个要素 好 这是一件事情 所以假如一个变幻 它虽然把伽马 变成和支撑重合 但是它如果不是 正交点变幻的话 我们也不成为对称性变幻 它不叫对称 好 这个下面就有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命题 命题一 图形伽马 的全体 对称性变幻 全体对称性变幻 在变幻成法下 在变幻成法下 成群 成群 这件事情看来很简单 当然实际上是非常有用的一件事情 非常有用的一件事情 我们不是讲 你讲一个对象 总有点用处 你讲群就有点用处 这就是群在这个研究对称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用处 它没有这个结构 有些事情你做不了 就你决定不了 有了这个结构 就是一种限制 就可以求了 那么我们以后会 在这个课程里面 有几个地方都会碰到 用到了这个结构 好 我们现在正面着这个事情 正 是 T1 T2 都是 伽马的对称性变幻 都对称性变幻 我们要证明它的成绩还是 证明成绩还是的话 就是封闭性了 所以我们要证明成绩还是 要证成绩还是的话呢 要证明几件事情 说T1T2 这是个成绩 要证明它是个对称性变幻 就要按照上面的两条来的一个 第一它是正交点面换 这条我们已经做过了 CT里面做过了 两个正交点面换的成绩 还是正交点面换 那么这个是正交点面换 这是第一条 这个我们在CT里面做过了 我们就不管它了 第二个要证明什么呢 要证明这个成绩 仍然保持伽玛变得自身 那么就试试看 T1T2是怎么变的呢 它是这么变的 它把这个伽玛 它是这么做的 先把伽玛放着 对不对 经过T1 它变成谁了 它变得自身重合 所以这个集合来讲 变得还是集合 对不对 所以这个图形经过T1变换了以后 还是干嘛 对不对 因为它变得自身重合 重合没 还是作为集合和它自己 你看 这个变差 再经过T2 错了 这个是T2 这个是T1 再做一次 还是变得这个 所以这个呢 就得出来了 还是干嘛 所以它是对称性变换 对称性变换 也就是说 对这个成绩是封闭的 是吧 所以这个封闭性得证 封闭性得证 那除了封闭性以外 底下就有几件事情 就简单了 所以我底下就不要太仔细的证了 结合率要证吗 因为变换都有结合率 不管你是对称性变换 什么变换都有结合率 所以不必证 结合率不必证 单位元是谁呢 横能变换 对不对 横能变换的话 当然是正教变换 伽玛一点都不动 当然变成可自身重合 所以伽玛横能变换也是 然后就是这个了 T是对称性变换 推称T的逆也是 那么这个证明的话 几件事 它有没有逆 因为它是正教变换 正教变换都是可逆的 它一定有逆 而且逆的话呢 也是正教变换 所以这个是由于正教变换来的 至于利的话 是不是把伽玛还变成自己呢 肯定是的 你们再想想看 为什么它是 这个 这些我们就可以自己去弄一弄了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性质 全体对称性变换 在变换的乘法下 不是在别的乘法下 组成一个群 这个群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一些例子 这些例子 这个例子的话呢 就是我们也考验一下 这个群的机构有没有用处 群的机构有没有用处 也就是变换的乘法这个运算 在里面能不能起作用 如果乘法的变换 这个运算在里面能够起作用 那就行了 我们就画一个图 我们这是个正方形 正方形 A0 A1 A2 A3 那么我们就找找这个图形啊 它的对称性群 所谓找一找它的对称性群 就是找出它的全部对称性变换 它的全部对称性变换 有没有找出来 当然这个对称性变换 要找几个是很容易的 我们找几个看看是很容易 我们找这个正方形 找到正方形的对称性变换 找到正方形的对称性变换 那么很简单啊 我们画这么四根线 这是L1 这是L2 这是L3 这是L4 这是它的中心 这是它的中心 我们显然 很容易找到它的一些对称性变换 比如绕这个圆心 绕这个中心 转90度 转90度的话 就把一个顶点移到下一个顶点 是吧 整个图形不会变 90度 你看 我们这不是90度吗 你一闹 转过去不就这样了吗 每个都转过来吗 就行了吗 所以 我们很容易有 T0 T1 T2 T3 分别 是 绕 转 0 层90度 1层90度 2层90度 3层90度 的旋转 它是对称性变换 它是对称性变换 这没问题 然后它旋转 旋转完了 肯定是的 因为90度转完了 把A正好转到这 一个往下一个转 正好是 好 这是一个 这有四条直线 很简单 这四条直线 一看就知道 是互相对称的 对吧 这个部分 所以它们都是对称轴 那就按照刚才 那个翻转的话 翻转180度 一条线 一转 正好把它重合起来 所以呢 我们对于 AIR I 我们这个叫反射吧 翻转180度 我们就叫做反射吧 对于AIR I的反射 四对称性变换 当然 I等于 0 1 2 3 哦 这个写的是1 2 3 4 你看 4 1 2 3 4 1 2 3 好 这不是 一下我们找到了八个对称性变换 这个方法叫什么 这叫观察法 没有用运算 什么都没有 观察法 观察法就有一个问题 我就问一个问题了 究竟有多少个 你找到了八个 问你还有没有别的 当然最后是没有别的了 没有别的就要证明就正好有这八个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个有八个还不是太容易 你得用一点这个其他的知识来 比如可以证明平面上的正交变换 有一个固定点 有一个固定点的正交变换 不是旋转就是反射 能证明这个那就好了 这上面能够做出的反射就这么四个 能够使它不动 旋转有这么四个旋转 那就证出来了 这是一个用别的办法 所以我们如果只用观察法 要决定它说没有别的了 这个话很难说 观察嘛 你不能会观漏了呢 对不对 漏掉不就不行了吗 所以我们下面呢 要证明它只有八个呀 我们就得用点运算 八个呢 我们先想用另外一种考虑方法 不是完全靠观察这种方法 我们第一件事情可以看到 一个对称性变换 它总是把这个图形变到自身 图形要变到自身的话 这个四个顶点呢 只能变到这个四个顶点上面 不能跑到别的地方去 对吧 你重合嘛 顶点只能变到顶点 中心只能变到中心 对吧 我们直观上就可以用图形上 可以看出这个来 所以呢 我们这件事情可以利用利用 一个对称性变换 总是把顶点 变成 变成顶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考虑这个事情了 我们随便取一个顶点 它只有四个可能性了 变成 比如A0 A0可以变成A0 可以变成A1 可以变成A2 可以变成A3 四个可能性 那我就问了 A0变成A0的 这个对称性变换有几个 A0变成A1的 对称性变换有几个 A0变成A2的有几个 A0变成A3的有几个 这个每一个都找出来了 就解决了 那么 问这个A0变成A0的 可能比较容易点 点不动 这个对称性变换 可能就比较好找 然后再考虑A0变成A1 A2 A3的 我们就可以来考虑了 所以我们 这个考虑方式 就这样一个方式 先考虑 A0变成A0的 所有 对称性变换 对不对 A0变成A0的话 我们知道 中心是永远不能动的 中心又不能动 因为为什么 中心是到这个顶点 距离最远的地方 到四个顶点 距离相等的地方 对吧 相等的地方 只有五一的一个 所以呢 这个中心是不变的 因为中心不动 中心不动 所以A5不动 A5不动 就推着A05 推着A0和它的 对顶的那个直线 也不动 那它是它这条线上 所以A2也不动 所以A0 A2不动 这个不动 是每一个点都不动 这个不动 是每一个点 每一个点都不动 那么现在这个可能性 好不好找了 一个正交变换 使得A0 A2 都不动的这个变换 能够有几个呢 当然 还是考虑顶点变成顶点 A0 A2不动的话 那就是A1和A3去变化了 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就是A1 A3 自己都不动 一个是A1变了A3 A3变了A1 只有这个两个可能性 是吧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有两种情况 这个两种可能性 A1 A3都不动 四个顶点都不动 四个顶点都不动 就这个图形完全不动 因为它是个正交变换 是吧 这个图形 边框不动了 整个里头都不能动 所以这是很等灭换 这很等灭换 还有一种可能呢 A1变成A3 A3变成A1 那这个也没别的可能性了 A1变A3 A3变A1 只能是反射 对A0 A2的反射 只能是这个 不可能是别的 所以四 对 轴 A0 A2的反射 就两种情况 两种情况 我们把这个 这个横等灭换 我们刚才有了 旋转0角的 0角度的就是 是吧 它T0是转这个0的角度 0角度的就是 不转 就是横等灭换 反射呢 我们给它一个记号 记为S1 因为这条线是L1嘛 所以这是S1 这个反射 好 这下我们有了两个了 使得A0变到A0的 这个对称性变换 只有两个 一个是横等变换 一个就是这个反射 好 下面再来考察 任何一个T 它把A0 总是变到某一个AI I等于0123 任何一个T对称性变换 总是把A0变成 某一个AI 那么我看看 就考虑 这个固定的AI 固定一个I 看这个T有几个可能性 我说这个很好办 比如T0 这个A0变到了AE 我们先讲这个事情 你要问A0变到AE 有几个变换 我不会知道了 不太容易知道了 但是我们知道 有一个变换可以把A0变到AE 这个变换把A0变到AE的话 就可以把A0再变回来 对不对 那么刚才我们这个变换 就是可以选到这个T1 T1就是把A0变到AE的 你那个T呢 是把A0变到AE 对不对 我再用T把它变回来 是什么情况 我们T是把A0变到AE 对不对 然后我就用一个Ti的力 错了 它就变到A0了 是吧 力就把AE变到AE了 因为它Ti是把A0变到AE 它的力就把它变回去 这样有了以后 这个得到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它把什么呢 它把A0变成谁啊 变成A0不动了 所以它就把 变成A0了 不动了 这个很好啊 A0变成A0的变换有几种啊 那就说 这个成绩 这个成绩 只有两种可能性 对不对 所以呢 Ti乘T 就等于T0 或者 S1 对不对 那么这个得到了 反过来 T等于什么 知道了吗 T用Ti的力去 Ti去乘一下 一乘的话 就两面就得到了 所以 T呢 就等于 Ti乘上 T0 或者呢 Ti乘上 S1 也就是两种情况 两种情形 我们得到结果了 任何一个T 如果它把A0变成Ai的话 那它也只有两种情况 现在I有几种情况呢 这是I的话呢 可以有四种 所以 全部的对称性变化 一共有八种 每一种有两种 四个一共有八种 这就得出来了 所以 全体 对称性 这个后代 对称性群 因为它是一个群啊 它作为一个集合来讲 就这么几种情况 一种是Ti 一种Ti乘S1 这个I是等于0123 I等于0123 一共是八个 这就八个东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用了一下群运算 你考虑到A0到Ai不好办 我把它A0变到A0就好办了 怎么办呢 用一下运算 乘下力就回来了 既用到成绩 也用到力 回来就得到结果了 所以我们这个 后面这个做法 前面这个做法 做了八个运算 观察法 你还不敢说 就只有八个 但是这个证明的话 它就告诉你 就只有这八个 不多不少 因为为什么呢 它告诉你 A0到A0就这么多 A0到A1这么多 A0到A2这么多 出来了 好 我们初步的尝试了一下 用运算的好处 当然运算都是具体的 现在运算就是变化的成法 好 这是第一个结论 有了这个结论 当然就好办了 这个群是八个东西 我们把它有一个记号 叫做D4 叫做D4 这个记号 D4 就是说正方形的 这个对称性群 叫D4 正方形就是正四边形 当然我们就有别的记号了 正三边形的对称性群 叫做D3 正N边形的对称性群 叫做DN 所以我们可以说DN是什么呢 正N边形 正性对称性 我们就叫做DN 好 这个有了以后 当然我们很自然的 大家也可以去求一求 这个正三角形 好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